還有一台喔 攤塌的土方量更是高達12000立方公尺 預計要到6月11號才能夠搶通 這邊有一些邊坡 其實它歷年來有一些零星的小落石 它屬於坡面的部分 所以我們大概都做了一些 就是噴漿混泥土 然後把它穩固 然後這個直升掛網 所以直升掛網這幾年其實它的整個的 這個樹木跟富裕的狀況也都不錯 所以空拍建模起來其實是 並沒有就是說封它的徵兆 那可是就是說零星的不枉其實我們都還在 公路總局潛力搶通 市長謝國良中午特別帶來便當和飲料 慰勞辛苦工程員也關心搶災進度 它的那個能量 那三台的破碎機是比較大的 200是一般我們就是正常的挖土機的大小 但是那個現在就是一邊碎解這個快死之後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做便道 因為這個我從下面挖的話 上面還會再攻塌 大塊的落石滾動會影響市民的安全 而且會造成更大的攻塌 所以我們必須就是一階一階的往上爬 那所以現在就是把整個快死裂解之後 形成一個平台便道上去 那我第一階的平台 平台就在設在那裡 對我們現在大台的怪手的高度 大概就在15公尺第一階平台的位置 我們還是非常關注 我們能夠恢復通行的日期 那當然我們昨天晚上在前進指揮所的時候 我們的公路總局的分局長 基本上是跟我們承諾 希望禮拜二能夠準時的通車 那當然今天是一個好天氣 所以我覺得對於施工的進度 絕對有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幾天的天氣 不要影響到我們的一個救災的情形 我們希望能夠準時在下週一左右 能夠完成搶空 週二能夠通車 而在台二線基隆境內路段 有很多易落石地區 市長謝國良說 已經致電立委林佩祥 希望未來能夠爭取中央預算 提早監測和探勘 剛剛也打給了我們的公路總局的陳文睿局長 因為其實所謂的台二線 在我們基隆市的境內 其實路段蠻長 那最近呢 其實有很多是一個易落石的地區 我也請我們公路總局 不只是除了今天坍塌的這個路段 是他們負責以外 我們希望在基隆市境內的部分 我們需要公路總局積極的來協助 來把未來的可能的易危險地 要做好提早的監測跟探勘 那對於我們基隆市本身自己在養護的部分 那我們一方面來用防災準備金來進行救災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用我們自己的預算 來去做更多我們基隆市 我們自己在管的這個 這個比較危險的地區的一個監測 那另外我也打給了這個我們的立法委員林佩祥 跟他表達說 基隆市其實這個有一些相關的監測的一些預算 其實仍有不足 那這個監測的經費其實也不能不太適合用 所謂的災害準備金來這個動機 所以可能也請他跟中央協助 這次三崩地點下方還有一個余會的加油槽 落石掉下來當下也嚇壞不少人 進入區議會一早就請來中油油罐車前來抽油 昨天當發生說我們趕到現場的時候 現場還好啦 只有一塊小石頭砸到旁邊的小油桶而已 那油庫本身我們馬上檢查完全沒有漏油 現在只是為了安全己見為了施工方便 所以我們把油抽走 昨天發生嚴重的一個落石現象 那這個落石的下方剛好就是我們在 長灘漁港非常重要的一個加油的一個場域 那所以昨天也立即協調基隆市政府 應該在上面來做一些基礎的一個防護工作 避免這個落石造成二次的一個傷害 那也感謝中油公司在今天 立即派有相關的一個油車到現場 來做相關油庫的一個抽取 那也是為了確保整個區域的一個安全 那這邊的話我們也積極的協調基隆區議會 那如果在長灘漁港不能加油的話 是否能夠移到八斗市漁港來提供漁民加油的一個服務 那我相信漁會目前已經在 研擬相關的一個措施 那希望說在這樣的相關的 安全保障的措施當中 也可以兼顧漁民相關的一個權益 公路總局預估 最快要10號才能把土石清理完畢 11號開放通行 但就怕近期封面報導 又造成第二次塞封 現在除了搶修 也要研發土石崩落 避免造成更大危害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